我們這個政府啊 打壓言論自由 打壓新聞自由 已經不是一天兩天 為了就是要造成寒蟬效應 要讓大家不敢講話 而且不敢講真話 你講真話 保證你有事 金包銀 別人的生命 是哪金哪銀 我們假講話 你們就出事 對蘇醫師這個 受到的待遇 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們覺得 所有台灣啊 每一個有道德良知的人 都應該勇敢站出來 今天我們不是對抗政府 我們是捍衛我們國人的健康 今天一個台中的盧秀院市長 把我們國人共同的期待 我們不想吃到有影響健康的豬肉的時候 竟然國家機器出動網軍 攻擊他 所以不管是盧市長也好 蘇醫師也好 一般的反乎走出 平民八生 我們不想吃到 蔡奇亞 打仗賣才叫歐巴桑 勇敢說出來 我們拒絕萊豬 國民黨會跟你站在一起 不分黨派 任何一個公眾人都會跟你站在一起 甚至民進黨的重振同志 台面上不敢講話 私底下也會跟你站在一起 我今天特別再坐高鐵起來 表達南臺灣很多鄉親的聲音 我們每天到處跑 鄉親表達的 是多麼無奈 多麼哀怨 沒辦法了 政府整個完拗完 我們真的連講話都不可以的時候 人民是會失望的 難道你執政以後 真的沒有辦法用同理心 跟我們這些放虎走足 打仗賣才的人騎著火 不跟基山倒上拼 只要跟美國的財團做親家 沒有意義 都委說醫師 他只是反對萊豬進口 他提出一些萊劑會對人體產生傷害的意見 甚至他有引用一些來源 這樣子的言論 竟然要遭到衛福部的告發 真是其有此理 在行線紀念日這一天去傳喚 正式凸顯 蔡總統自己自毀長城 中華民國憲法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的權利 他選擇在行線這一天 大大的去打壓人民的言論自由 而且還祭出了這樣的一個司法的手段 讓人民不敢說出反對政府的聲音 真的是可惡至極 民進黨政府現在已經是上心病狂了 針對蘇偉書醫師 竟然也一併的查水錶 蘇偉書醫師過去甚至是野百合學院出身了 其實他過去的立場反而跟民進黨的立場比較貼近 蘇偉書醫師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 他就是反對瘦肉精 反對萊克多巴胺的肉品進口 我要必須另外再點名這一次要要要求配合衛福部 對這個蘇醫師告發的高雄市的分局 在陳其邁市長主政之下 難道過去高雄市民主勝地的這個精神跟理想 你都忘記了嗎 陳其邁現在反而變成打壓言論自由的筷子手 他在陳菊前市長的身上 沒學到什麼好的 卻學到一些很壞的 包含陳菊市長過去曾經對於黃姓麵包師傅 也就是當時這個師傅去拍攝 陳水扁前總統的影片 結果也遭到國稅局還有衛生局後續的 共和國在國際上將是多麼大的諷刺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